主席请教次长 请次长 次长您好 你是飞行员出身 是 你以前开什么飞机 我以前是开F104 后来是担任F16的连队长 不错不错 这个 我先请教一下 我想我要问什么你也知道 就是飞行军官 这个 续服现役奖金的问题了 因为这问题我上次问过的 也是你们空军出身的陈昭明部长 当时他承诺我 在98年3月9号 达训的时候承诺我 所谓将飞行员续服的 现役的奖助金从36万 恢复为60万 但是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实现 我当然这个账没有算你国防部头上 算行政权头上 下个会期总咨询 我就要 炮风 吴敦因吴院长 如果他当时 到时候还是院长的话 这个 虚服的这个 现役奖助金的 这个恢复啊 虽然会让国防部增加 大概3亿多了 可是你训练一名成熟的飞行员 你要花2亿多 各位 结果你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看98年 因为两个因素 一个民航业不景气 第一个因为 我的职群 国防部答应说要提升 要恢复这个奖助金 所以空军全年的退损的飞行军官 只有40人 而获得的人数是85人 整个算一算 还是增加了45人 这样讲对不对 对了 我认识要是正确的 可是到了99年 第一个民航业也复苏 第二个 因为要这个恢复 这个蓄服现役的奖助金 这个支票跳票 所以这样一个结果呢 空军全年退损的飞行军官 高达89人 然后只获得81个人 合作是尽损了8个人 对不对 是 这个就是一个危机啊 因为我们的军种 每一个军种我都非常尊敬 也都非常重要 在未来台海的 这样一个作战中 每一个扮演的角色都是 equally important 我都非常尊敬 可是不可否认呢 第一个接触战一定是空中 而你空军的飞行员 就要担任第一线的作战的角色 这样讲对不对 是 对 那你现在让我们的飞行员 这样子的尽损 这样流血这样出去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呢 飞行人数可能够 可是我讲的是个成熟的飞行员 我到了陆克基地去 率尾也去 我们都一起去 我就听到那些 基地的指挥官讲说 我们的飞行员在那边受训 成绩非常的良好 跟他们的比 跟他们的比赛 我们是赢了他们 每一年都这样子 我都觉得很骄傲 所以当时 你们建议我说 把那个指挥官给弄来 我就在那个地方假照圣职 就把他弄来 结果他真的跑来了 他现在大概已经生了一颗心的准将了 这对中华民国印象非常好 可是现在请问你这个情形怎么办 你们官部没有人敢很强硬的跟行政院讲话吗 你们都说 哎呗你去 去骂骂他 快来我们做 不过我现在非常反对 行政院显然是把飞行员当作肥猫 中央民国整个的建政力是落后的 從民間到政府 從文子人員到君子人員都落後 就是為所謂的肥貓這種講話害死人嘛 你想想看看當飛行員 你看藥東市 外號叫什麼寡婦姬 還沒有讓你太太成為寡婦 而且你這個運氣不錯啦 姬叔大概也不錯 那你們現在想想看看 這是肥貓嗎 你現在留不住他 為了他一點點錢 一年三億的這樣的一個錢 你讓這麼多的成熟的飛行員 跑掉了 到民間去開飛機了 這是我們的損失 世老什麼話講 是謝謝委員給我們的關切 確實飛行員的留任 不單單是我們國家 包括美國英國各國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加急都是不停的在提升 那本部也是 整個廣播也沒有分入海公三軍 我們也體認到這個事實 如何跟市場的競爭 於是募兵制以後 這是我們非常要關切 不單單是飛行員 在這方面我們也向行政院很積極的爭取 但是人事行政局啊 分別有兩次給我們回函 所以要求我們 仍舊按照維持現行規定 而我們也延離相關營業作為 韓副行政局也既做協調 但人事行政局一直到現在都沒有鬆口 對啦我在這邊建議有主席啊 其實應該把人事行政局的局長 包括主機長那些都要找來 我們知道應該好好的盤問他們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你要讓我們飛行員都走光嗎 叫主機長來開飛機嗎 這是不對的 怎麼可以把第一線作戰的飛行員當作肥貓來看待呢 這非常不公平的 第二就是說 這個我想請教一下次長 因為你在這裡 你們對這個海軍新一代的 進案的巡防艦 迅海艦你們都支持吧 都支持 我們對所有按照規定建案的 我們都是全力支持 因為大家要支持一下 因為未來這個作戰的構想 慢慢都要調整了 這以小博大 但是這個小呢 數目可以小 可是5系的配備一定要金 這個迅海艦按照海軍目前的這樣的講法 可以帶熊山的超音速的反艦飛彈 熊威的吃音速的弓箭的反艦飛彈 各8枚 這戰力很龐大耶 除了沒有反攻能力以外的 我覺得這個反艦能力 不會比紀德艦差耶 可紀德艦喝一天的水 迅海艦喝365天耶 他喝一天的油啊 這個迅海艦喝365天耶 對不對 所以國防部要去支持 尤其哦 要讓海軍哦 要恢復士氣 要恢復信心 不要被一個拉法葉的這個案子 你的拉法葉案子 這些人都紛紛都判無罪了 哦 當然青春都去了一大半啊 可是國防部有義務 要讓海軍恢復信心 我們海軍有很不錯的傳統耶 早年海軍的軍官 都知道英國跟英國一流的這個海關 一起在那邊受訓的 我們認識 我跟順利 認識很多這個這個 早期的這個海軍的 這些將領們 哇 真是文武全才啊 都出口成章 我們都非常非常佩服的 所以我覺得國防部要去支持 讓海軍明年就可以編列 尊海號的這樣的預算好不好 是 這個案子 事實上都已經完成 投資綱要跟總工 並且我們已經核定了 是101年到103年執行 現在已經納入101年 新增軍事投資案裡面 我想次長 我要請問一下我們海軍參謀長 必要的時候 在海浪不是冬天 那麼惡劣的海上的狀況之下 我們的這個尊海艦啊 必要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航行到像東沙 或是南沙太平島那個地方 有沒有能力 有能力 因為它是雙體艦嘛 是 所以穩定度比較高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照這個艦 不僅要嚇阻中共 我們要讓南海周遭 跟我們在爭南海權益的那些國家 也要知道 必要的時候 我們尊海艦也可以到那裡去的 所以我也期望 剛剛也跟你聊了一下 下一步呢 就要選以色列的 SAR-5的這種構想 把這個噸數再增加個幾百噸 讓它也有反空的能力 裝備我們未來可能有 箭二的反空飛彈也不一定啊 我們裝備自己的國產的反空飛彈 讓未來的這個下一代的這個二大二級艦 有反艦 有反空的這樣的能力好不好 你們有沒有這個計劃 我們會 我們整體 整個發展的構想 我們會向委員報告 那麼這一件事情 委員剛才的看法 在整體方向上是 幾乎是跟我們吻合的 好 謝謝 感謝